但是他的右手一紧 紧接着一双手紧紧地支住了他的手 却是翔子及时地冲了过来 把他紧紧地支在了当场 你知道什么叫舞者吗 顾明辉笑了 他看出来了翔子就是一个普通人 虽然他身手不错 但是在舞者的眼里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根本没有和自己叫板的资格 知道 见识过 翔子一本正经地说 撒手 我能饶你不死 顾明辉说 翔子摇摇头道 我见过舞者 他们都很厉害 你跟他们比起来差远了 你肯定在骗我 嘿嘿嘿 我骗你 顾明辉笑道 傻逼 他双手一掐气沉丹田 刚刚进阶玄境的他迫不及待地 要把跟前这个人的骨头全部震碎 他要让翔子明白什么是舞者 什么是真正的高手 呼 真气远转 顾明辉旋接的实力并不算弱 他这个年纪达到了这个水准 这是他自傲的本钱 他似乎已经看到翔子骨骼碎裂 躺在地上惨叫的情景 然而翔子快速地在他腰部弃海一按 然后迅速地后退 在半空中一个空帆连连退了树步 这才稳住了身形 他凝聚内息的一击竟然被对方化解去了 有几下子 顾明辉脸色沉了下来 他双眼中闪着世界的光芒 我要看看你在我手里能撑多久 他突然双手一翻 一掌向翔子昏去 江南谷家的内劲是极其霸道的 刚猛无比 再加上他现在身具玄境的修为 所以翔子的实力 他是绝对抵挡不了的 好在翔子跟着王铁柱他们训练多日 也是一名能独挡一面的精英了 他才不会傻到跟谷明辉去硬碰 他反手一抄 偌大的一个办公桌被他抡了起来 哇 拭目之城的办公桌被谷明辉这一拳 披成了两半 翔子右手一翻 一把三棱军刺出现在手中 他身形向前急冲 快速地向着谷明辉刺出 谷明辉身形一侧 翔子这一次边际落空啊 但是他迅速地反过身来 手中多了一把匕首 他右手一划 匕首从谷明辉的胸口处划过 他的动作是极其的迅速啊 如果谷明辉的实力稍弱 匕首这一击足够能将他的胸口给划开 好在他身具玄境鼓舞啊 感知力不是普通人所能比的 所以他迅速地退开 躲过了翔子这一击 但是这一刀终究是把他胸口处的衣服给划破了 翔子的刺杀技巧虽然谈不上炉火纯青 但是他出手迅速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这短短的数次交手 谷明辉竟然有种被重重压制的感觉 他迅速地后退和翔子拉开了距离 他看着胸口处被划破的衣服 神色上露出了一丝凝笑 哼 很好 实力不错 翔子是一个猎人 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杀手 沉默寡言的他就像是 折服在暗处的狙击手 躲在暗处寻找好时机 给敌人致命的遗迹 可惜啊 顾明辉是舞者 还是一个玄境的舞者 年纪轻轻就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这让他有自傲的奔钱 他动了 他快速地向前掠近着 几乎是在瞬间 他便来到了翔子的跟前 他的速度极快 在翔子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 迅速地伸出右手 紧紧地掐住了翔子的喉咙 翔子猛地抬起双腿 向着他的胸口踹去 但谷明辉狠狠地把他往一边一甩 他的身形俱力地后退 然后撞到了墙壁上 墙壁上的混凝土被他的身形撞得烟尘纷飞 他的身形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他闷哼一声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你竟然没被摔死 果然是贱命有贱福啊 嘿嘿嘿嘿 顾明辉音策策地一笑 他右手的真气缓缓地凝聚 一边向前走一边说 可惜呀 命贱就是命贱 我杀你 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一般 他右手悬浮在翔子的脑袋上 只需要他真气意图 翔子就要命运当场 翔子虽然受伤极重 但是他灵力的双眼就像是两把刀子一样 狠狠地盯着谷明辉 他的双目十分地冷利 这让顾明辉感觉到了极度的不舒服 他不喜欢这种目光 他眉头一皱 右手就要把翔子的天灵盖给击碎 碰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几乎是擦着他的脑袋过去 顾明辉吃了一惊 他猛地向一侧一闪 然后回过头来 只见唐兵双手握着一把手枪 他的手微微地有些发抖 他握枪的姿势虽然有些生硬 但是至少已经确定 刚才这一枪是他打出来的 放了他 马上滚 唐兵吐出了这六个字 美女 枪不是这样玩的 顾明辉阴瑟瑟地一笑 他一边笑一边向前走出一步 站住 你再向前 我开枪了 唐兵力声道 他握着枪的手心里满是汗 为了让他们多一些自保的力量 叶浩轩让他们都学会了开枪 而且手里也备有手枪 但是唐兵是第一次真正的拿枪对准一个人 他胆怯 我保证你不敢开枪 顾明辉说着又向前一步 一颗子弹对准他的胸口袭来 顾明辉吃了一惊 他的身子直挺挺地向右侧一倒 同时右手屈指一弹 一枚硬币从他的手中弹出 正中唐兵双手握着的手枪上 叮 唐兵右手一痛 手枪脱手飞落 顾明辉迅速站起来 他带着斜斜的笑容道 你竟然真的敢开枪 你真的忍心 站住 你不要过来 唐兵向后退了一步 叶浩轩身边的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 我真的有点羡慕她了 顾明辉一边说一边向前走着 美女 要不今天你从了我 站住 顾明辉笑了 他一边笑一边继续向前走道 美女 不要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嘛 我是真心的 大家愿意跑 然后在床上谈谈人生理想 那多歉意啊 顾明辉向前猛地一踏 一双手向唐兵抓去 唐兵连连地后退 但是他身后是窗子 已经无路可退了 顾明辉的实力不弱 顾明辉是断然无法逃离他的魔爪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顾明辉心中一脸 在他的感知力中 一丝刺痛在渐渐地扩大 这是危险发生的前兆 他猛地一个反手 右手虚空一抓 一只小小的合金箭矢 抓在了他的手中 却是翔子拼尽了全身的力量 射出了一根复合弓 你的命真硬 就像是小强一样的硬 顾明辉冷笑 他盯着手中的合金箭矢道 但是你不会认为 区区一把小箭 就能伤得了我 他突然右手一用力 咔嚓一声响 抓在他手中的那只合金箭 被他硬生生的掐断 然而就在他掐断 箭的那一瞬间 箭头突然一张 一个信号灯微微的一闪 整个箭头突然爆裂而开 哄 铁杀似箭 这支箭是特殊制造而成的 箭头处有一个高科技的高爆弹 爆开以后 里面是坚硬的铁杀 杀伤力的范围可以遍布两米方圆 猝不及防之下 顾明辉竟然着了现代热兵器的刀 铁杀爆开了 他的整张脸被爆得如花似玉的 尤其是他的双眼被铁杀溅中 他的一双眼在这瞬间感觉到无比的灼热 我的眼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顾明辉满脸鲜血 尤其是一双眼中各有一缕烟红的鲜血躺出 那副模样看起来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啊 他拼命的捂着脸 疯狂的在室内惨叫着 骤然失去光明的人在短时间内都会陷入一个恐慌的时期 所以顾明辉放声惨叫着 他拼命的捂着自己的双眼在原地挣扎着 碰碰碰 室内的东西不断的被打破 玄街舞者的实力相当的不凡 尤其是顾明辉现在已经陷入了狂暴的状态当中 他的真气会伤到人的 翔子勉强站起来 绕到了一侧拉起唐兵就要向外跑去 但是顾明辉的感知力极强啊 他马上感觉到两人所在的方位 他呼的一掌向两人袭去 同时怒吼 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 翔子一把拦起唐兵就地一倒 呼 他这一拳隔空轰出啊 砸在办公室的门上 这张价格不菲的防盗门被他砸出来一个拳印 古明辉的实力相当的害人 如果这一拳砸到人的身上 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翔子对唐兵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现在古明辉整个人都陷入了狂暴状态 他是一个疯子 疯子是不会计较一切代价的 他的眼里只有杀戮 他恨透了办公室里的两个人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两人给杀了 只是失去双眼的他根本看不到两人所在的位置 他只得用自己的感知力去感知两人所在的方位 两人屏住呼吸 浮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古明辉安静了下来 他的脸上是满脸的鲜血 尤其是他的两只眼眶深深地陷了下去 里面的眼珠早已经被铁杀打成僵了 他仔细地听着办公室里面的响声 只要稍有一点动静 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一拳轰出去 办公室就这么大的地方 他想要找到唐冰和翔子所在的地方 很容易 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以他现在玄阶舞者的实力 只要两人稍有一动 马上就会被他隔杀在当场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古明辉摸索着向前移动 他距离翔子和唐冰两人是越来越近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 前方突然喷的一声响 办公室的防盗门被人硬生生地从外面砸开 找死 古明辉是恼羞承诺 他对着那一边一拳轰了过去 只是他这一拳还未失脑呢 只觉得身后一股距离冲击了过来 对方强大的真气直接把他给砸飞了 他的身躯向前飞出 重重地砸在墙上 墙壁上的混凝土被砸得支离破碎 确实叶浩轩及时赶到了呀 叶浩轩的脸色阴沉 他从来没有这么怒过 刚刚接到陈若曦的电话 说医院有人闹事 他便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医院 然而一到医院 就遇到了古明辉这个玄阶的鼓舞者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这个人敢对唐冰下手 那就是死路一条 没事吧 叶浩轩拦起唐冰 唐冰的脸色苍白 他摇摇头 然后一头扎入叶浩轩的怀里 一句话也不说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叶浩轩感觉到心痛 唐冰刚才受到的惊吓不小 他感觉唐冰的郊区都在微微地发抖 不完 刚好 唐冰摇头 他越发越抱得紧了 吃下去 咬伤 叶浩轩松开了唐冰 丢出一颗药给翔子 翔子扶下后感觉身体好了很多 叶浩轩自从原始森林一行之后 得到的天才地宝不在少数 自制的灵丹妙药也不少 顾家的人 翔子说 顾明辉 叶浩轩看着倒在地上不停抽搐着的顾明辉说道 你敢伤我 你竟然敢伤我 你知道我是顾家的人 你还敢伤我 顾明辉几乎是说出一句话 就吐出一口鲜血来 伤你 我就算是杀了你 又有谁敢放一个屁 我看你们顾家是越来越活的腻歪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走到了顾明辉的跟前 伸出脚在他身上踢了几下 让他的伤势暂缓 等着你们顾家的长辈来吧 我要你当着他们的面死去 叶浩轩冷笑道 他心中怒不可遏呀 顾家现在是不是感觉两年前的风头过去了 现在又出来刷存在感了 顾明辉不会无缘无故的跑到这里来 他既然敢来这里闹事 那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靠上了和自己有对等地位的人 除了叶连成 叶浩轩实在是想不出还有谁 能让顾明辉这么大胆的过来找死 一个小时以后 顾精武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 顾精武在特勤局里面任重职啊 他身后跟着的两个人实力不弱 看到顾明辉上气不结下气 两眼冒血的模样 饶使顾精武修为精湛 他也是被气得发抖 他喝道 叶浩轩 你什么意思 我想问你们谷家什么意思 叶浩轩显得很平静 他坐到了办公室后面的一张椅子上 一边喝茶一边说 这不正是你们谷家想要看到的吗 放肆 明辉是我的侄子 是谷家的嫡系 也是我们家老爷子最看重的年轻一辈人 你把他伤成这样 你难道不给我们谷家一个交代吗 顾精武贺道 你想要什么交代 叶浩轩的脸色微微的一沉 他站起来道 大街上每天都有几千万人 我为什么不把别人打成这样 偏偏把他打成这样 你这是公报私仇 哼 我们谷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顾精武贺道 哼 你们谷家想善罢甘休 也得问问我同意不同意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指着谷明辉道 我现在把他的双眼毁了 就算是我自己出手 也制不好他的双眼 怎么 你不服气 黄口小儿 谷精武大怒 他一声怒吓右手一翻 一掌袭来 谷家的绝学 排云掌 谷精武能在特勤局里面任职 他的实力一定非同小可 他至少身居地界的修为 达到了他这个档子的修为 这排云掌早就练得是炉火纯青了 他现在一掌袭来 声势是极其浩大 叶浩轩右手一翻 一把将谷明辉拉起来 挡在了自己的跟前 谷精武这招凌厉的排云掌啊 就这样直直地向着自己的侄子胸口出袭了过去 如果这掌真的打实了 谷明辉必死无疑 谷精武吓了一跳 他连忙硬生生地将掌力向边上一侧 这一掌几乎是擦着自己侄子的肩膀过去的 因为掌势收得太急 谷精武只感觉到胸口一致 身上的真气 灯石便有些不畅了起来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叶浩轩 冷冷地说 你最好把他放下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 我是不会把他放下的 叶浩轩摇摇头 叶浩轩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谷精武大怒啊 叶浩轩把人打成这样 还反过来像他要说法 有他这样欺负人的吗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吧 叶浩轩重重地把谷明辉往地上一丢 然后一脚踩在谷明辉的胸口 沉声道 这里是医院 他谷明辉来这里做什么 别告诉我你们谷家的人生病 还会来医院 他一个玄阶修为的人 来这里对一个普通人下手 对我的女人下手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们谷家 是在纵容他来找我的麻烦 既然你们这么不客气了 那我就不妨把事情闹大 闹到特勤局去 我倒要问问龙伯 我们国家是不是对你们谷家 没有办法约束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特勤局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叶浩轩的话让谷精武哑口无言 谷明辉出现在这里本身就有问题 况且办公室里面有监控 也有对话的录音 只要调出来他们谷家绝对不占理 怪只怪谷明辉 太年轻其盛了 急切地想要在一连城的面前 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偷鸡不成 反十八米呀